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名年约50岁的中年男子 把别人的脚踏车当成自己的站为己有 偷车逮捕以后 回家途中看到监视器竟然还比出了不雅手势 似乎是很不满有监视器在拍 挑衅意味浓厚 我们来听警方怎么说 警方调由监视器锁定嫌犯后 嫌犯却多次通知未到 最后警方只好向台北地检署申请居票 前往嫌犯处处埋伏居提 嫌犯还试图逃跑 却在顶楼发出了声响 终究是贼心该败 难逃罚网 遭远警查夕盗案 而警方全案讯号也依怯盗罪来侦办